我們為什麼要禁錮別人的自由 該放人家就放不在 都是新聞記者亂揣測的 事實上那個工作權是我 他是資方我是勞方 你把我的時間讓給別人 請問我要幹嘛 謝謝TVFest對我們節目的支持 讓我們全體一心上下 一致的努力邁向前進 希望收集除了穩定之外 還要向前頂進 絕對會有神秘驚喜跟大家 這個是這個速度會來得很快 你要省錢 一年五二我都想好了 因為我當然就是 什麼事都和和平民 然後大家開開心心 心情工作穩定 然後身體要健康 未來這個 雖然會有碰到一些艱形困難 但是我們因刃而解 未來東壁圍村 太陽光只將會再度升起 我在柏林的博物館的時候 裡面看到它這個就是柏林圍牆的真機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東西 想因為想要瓜哥生日 而且我覺得它有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我們常在分 它是網路出來的 然後它這些是電視圈的人 可是我覺得其實娛樂產業啊 它是沒有圍牆之分的 而且它給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禁錄別人的職員 該放人家就放 對 我們不應該禁錄 好咧 又不可能人家明確的 好了 我覺得這個是 它是我的意思 我沒有想到這一塊 它其實沒有 從外界所講的一大堆 有的沒有 都是新聞記者亂揣測的 因為所有的數字都不符合嘛 而且根本就還沒開始 現在只是 現在只是走向調停嘛 這種東西 我們只是提出我們的工作權 提出我們的工作權跟合約權 然後呢 接下來法院一定是 要交代兩邊坐下來談嘛 這是程序嘛 所以沒有這些程序之前拿來的那些 那不是記者亂寫誰寫的嘛 對不對 因為記者是有點法律常識 再來寫這個 可能還不會讓人家覺得好笑 這些數字根本就不合從來 就根本還沒做下來 協調 怎麼樣處理這件事 但事實上 那個工作權是我 它是資方 我是牢房 就這麼簡單 你把我的時間讓給別人請問 我要幹嘛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問題點 增結點就在這裡而已 他去做他的節目 跟我是無關的嘛 對啊 就好像你問我看看去做節目 跟我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 他在各自發展嘛 對不對 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